香港的假期 現在他已經宣布全面開工了 而在當中的緣份 他在香港文館舉行了發堂的 秀密正秀玩2007演唱會 今晚他就來到馬來西亞的雲頂來開歌唱了 一起爸媽的觀眾 還有歌迷對他的思念之苦的 所以在香港這個演唱會 是以12個美艷的造型來存竊給大家的 包括了性感偷配裝 還有束腰裝的獨特的造型 儘管他會以什麼百變的形象來呈現給大家呢 E7現在就帶你去看一看 一開場 Danny投樣以為主女士不可取締 拉開序幕 創了一半就回到後台變裝 頭戴假髮 身穿性感大陸衛裝再次出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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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I 除了演唱多首快之人口的情歌 在演唱快歌的時候 更是狀態大勇 越跳越嗨 隨著音樂節奏不斷的甩頭 亂搖亂跳 看著台下的粉絲熱血沸騰 一同起身搖得痛快 擔任演唱會嘉賓的張靖軒 雖然在出場的時候顯得有些緊張 不過很快的他就投進了忘我的境界 用歌聲鼓舞了在場的每一位粉絲 現在在我身邊的呢 有的就是被稱為一世紀全台創作人的張靖軒 張靖軒你好 你好 阿俊軒你好 好 阿俊軒你好 首先在跳過你能夠作為三米正秀文 演唱會的表演嘉賓 你有什麼特別的感受呢 我覺得很光榮 因為沒有想過 以前在念書的時候 還是三米還是我們的演唱 然後沒想到現在有機會 能夠做他的演唱會表演嘉賓 然後每天在一起工作 然後每天還可以見 然後我覺得對我來說 太不可思議了 其實大家就知道 三米就休息了好一陣子 現在他重新出來開唱 你覺得他的狀態如何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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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為我這幾天在演唱的時候 都在看他在排練 然後你覺得原來做一個天后 真的需要很多的能力 還要對音樂有很好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次看三米的演唱會有種 像這個東方門招攬的感覺 無論在服裝還是在這個表演狀態上面 他都是最好的 其實呢三米也曾經在多次的公開場合 說你是他非常欣賞的創作型歌手 對於這樣子的讚美你有什麼看法 首先要當然謝謝三米 然後我覺得自己也很好運氣 就是我的歌能夠被三米聽到 並且他能夠喜歡 其實無論是一個歌手 還是一個一般的聽眾 喜歡我們的歌都是我們的父親 所以我覺得很高興 然後下一張專輯發的時候 我會親自送一張給他 然後呢他也非常喜歡你 《孝旺書》這首歌 然後陳和說你創作非常好 那麼他有曾經向你邀歌嗎 這個我還沒有談到 但是我想不難 因為其實我們已經是朋友了 所以寫歌給他的話也是我的榮幸 那也希望有機會能夠在音樂上的合作 不過這次 這次這個歌對我來說是真的 廣多人說 打一下活到幾樓 打呀 那麼他也不理工 你說他什麼時候會發專輯 或者什麼啊 他的最新單曲 已經在榜上面獲得很好的成績了 那我想發片也是很快的事情 那麼你自己的專輯會在八月份推出的 現在籌備的怎麼樣了呢 這個問題嘛 因為最近表演的機會比較多 所以可能錄音是要停一下 但是我想那個 發片的 schedule 全部會變成 直接回去要馬上 趕工 看SAMI 這一場演唱會呢 最意想不到的收穫呢 就是看SAMI 這一場演唱會呢 最意想不到的收穫呢 就是看SAMI 這一場演唱會呢 就是看SAMI 這一場演唱會呢 最意想不到的收穫呢 就是看到他坦率可愛的一面 他不只呢開了歌迷的玩笑 甚至連特別嘉賓張靜炫也被他取笑了呢 他展現的固然的幽默感 一點天后的戰也沒有的 這一場演唱會就好像SAMI 自己本身所說的 雖然沒有香港有八場那麼多 雖然只有兩場 但是他已經把最精華最經典的部分 都搬到來雲頂了 因此呢這一場演唱會 無論是在歌曲 在你的歌藝 舞蹈還是音響的部分 都是盡善盡美的